到时候灰溜溜地往回走 我说这怎么弄 丢的不是我 丢的是您的人呢 我还在乎那个 我说我叔叔说你去 那个那个 我说万一拿不到冠军怎么办 我叔叔说你放心吧 我们已经买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花完钱了 你要不去人也不退 我已经花钱 运作 跟你买去上海的票了 说起岳云鹏想必 大家都不陌生吧 他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师傅郭德纲 我们都知道 岳云鹏在相声界 也是有一定的地位 其名气也是挺高的 观众们都很喜欢 这个看上去 就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喜剧人 虽然长相上 不是现在流行的小鲜肉长相 但是岳云鹏 靠着自己的个人魅力 硬是圈粉无数 几个最热门的综艺节目 都上了个遍 岳云鹏本是一个普通草根出身的普通人 为了养家糊口 一人独身来到北京 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原在一家饭店当服务生 后被郭德纲所挖掘 出身农村的他十分的勤奋刻苦 现在已经发展到三七巨星的地步了 而岳云鹏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演员 除了在相声界的成绩突出之外 在喜剧电影方面也是不错的 自从他进了德云社 郭德纲一步一步把他给慢慢捧红 我们知道 这都与他的努力是离不开的 岳云鹏也是郭德纲老师很看重的一个徒弟 而且他们师徒关系是特别好的 郭德纲在很多出席一些节目的过程当中都会带上岳云鹏 而郭德纲所付出的努力也并没有白费 叶云鹏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师父所失望 这个最近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老师交代吧 哪儿哪儿哪儿怎么样怎么样 碰到过什么样的人 聊过什么样的话题等等 你是怎么化解的 在节目里你跟谁聊过 然后最后最近有什么困扰 都会跟他聊 然后他在跟你一一化解 你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特别好 所以现在不膨胀了 我觉得过去那个劲 过去那劲 而说到这就要提到一个人 郭德纲当年最得意的徒弟曹云金 早年的曹云金身受郭德纲销众 甚至一度被认为最值得培养的弟子 言传身教的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儿子 可想而知当时曹云金在郭德纲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过在当红时期曹云金心高气傲 认为自己就是最牛的相声演员了 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小地方 还看不上自己的师傅以及德云社 经常口出狂言 在当时大家伙为了给37岁的郭德纲庆祝生日 早早安排了宴席 个个都准备了节目 只是当大家都已落座后 才发现被分最高的曹云金迟迟都没有到来 好不容易看到他姗姗来迟的身影 却怎么也没想到他并没有给郭德纲送上生日祝福 反而搅乱了整个生日宴 而自从曹云金走出德云社以后 名声一直不好听 但是不影响他的事业发展 连续三年登上春晚 还主演过电影和电视剧 但这些并没有提高他的业务水平 当年玉云鹏和曹云金同时在春晚台上表演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碰到 难免会有些尴尬 对此玉云鹏自己也是拿捏不准 于是去问了郭德纲 在台上遇见师哥曹云金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 郭德纲接下来的回答可以说是相当有格局 郭德纲直言 没关系的 你们该打招呼打招呼 这是他跟我的事 不是你跟他的事 他原来以前那个前徒弟曹云金也在春晚 他没有说 别去了啊 立场分明不许去 没有没有 这个事我也问过他 我说我碰见那个师哥怎么办 对 他说没关系啊 你们该打招呼打招呼 这是他跟我的事 不是你跟他的事 对明白 这个对的 我说好 理解 特别能理解 也可以看出来 郭德纲虽然极恶如仇 但是对自己的徒弟还是非常大度的 毕竟曾经在一起相处了十几年 是非常有感情的 不得不说郭德纲的思想水平还是很高的 展现出的更多还是宽宏大度 并没有像是很多大师级别的人物那样的偏执 这么看来郭德纲是一位得意双心的大师 真的是不为过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